老祖,台积天龙,万生之主,我七少兵礼。 万生老祖,山皆显国,慈悲明时,我七少兵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藝術殿下定牌第一 南無無量授廟至聖 王產老祖師尊 南無無量授廟至聖 王產老祖師尊 各位維新生教 醫生大學 法師講師 各位賢士同修代表 九九法會壇上列祖列宗朱劍靈 及各位十王法界 三界 萬靈 聖 眾 眾等 我們這一節繼續為各位來講解 王產老祖師尊廟真經 講到丹經 丹經就是心安的經節 是為丹經一條路 修成正果的一條路 就是丹經 有的叫舍利子 道家丹 在本為新家 就是心安為丹 你要修到心安 真的是不簡單 有的看開 什麼叫看開 肚子餓了就餓了 你怎麼看開 小孩子不讀書 讀不下書 你怎麼看開 你看 你這句看開 你把它晃掉了 真的不慈悲啊 小孩子讀書 小孩子讀書 做不穩 因為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讀了書 背後 門衝進來了 沒有 那怎麼會穩啊 你若是不把它移開 你怎麼看開 所以不負責任的口頭禪 會害死人呢 哈哈哈哈 因為小孩子 睡覺做噩夢 娃娃叫 去問一些有修行 啊看開啦 孩子那自然的啦 白天晚了 很高興了 所以晚上會做夢啊 看開啦 會話 你會講看開 換到你你怎麼辦 你能看開嗎 要騙人的啦 來到世間上 大家都存了一口慈悲心 相互的照顧 父子 父女母女母子 來到世間都是相約而來 我是要相互父子 走一段 平安健康的人生耶 那你怎麼看開 結果 孩子的床位 上面一直涼 壓在胸口 晚上都睡不著 睡不好 做噩夢 胸口笨 你若是不懂了風水 不知道這個道理 一直講風水迷信啊 怎麼看看 害死人啊 曾經我們有一位老信徒啊 他也是 某一位大師的徒弟啊 很認真修啦 某一位大師咧 講了很多的法咧 他也悟了很多 有一天 他的孩子 是 搬過新房子以後 每天往外跑 晚上一兩點才回家 噢 這一位先生 為了這個事情 問他的師父 問他的師父 師父說 啊 孩子啦 看開啦 隨他去啦 你都練點佛啦 幫他忙啊 就好了啦 他還是說 我認真練佛 認真修啊 早晚課都做了啦 很認真做啦 還是照常 嘿嘿 三個半夜一兩點才回家 早上睡了 不到八九點 要上課了 不去上課 那怎麼辦 他的姑姑 來告訴他 姑姑有七八十歲了 啊 你去找那個張老師啦 他哎呀 我們是修正法了 怎麼去找這個學道 嘿嘿 他的姑姑 什麼正法 正法 你要把你讓你的孩子 平平安安的 做一個本分 能讀書的時候讀書 那什麼正法 三個半夜回來還正法 噢他就 沒有話講了 好了 就跟著姑姑 來找老鼠了啦 來找老鼠了啦 而他說我用一撲掛嘛 我說你搬到新的房子 當然房子是很漂亮沒有錯 但是 他住的房間 房間呢 好 外 一個屋脊 好 他的床位 這是落地陽 旁邊有一戶人家 是屋脊 是屋脊 衝過來 孩子的床位 就這樣睡 人家出來就方便嘛 這個孩子呢 這床位常常隔壁的人家房子 他睡在二樓 他睡在二樓 屋子衝過來 孩子睡不著嘛 就像碰到鬼啊 晚上都是噩夢 所以好像有人站在外面 跟爸爸講 爸呀 你怎麼迷信啊 哪裡有鬼 我都沒有看到 我掰那麼多火鍊 那麼多精 哪裡有鬼 鬼都不敢進來啦 誒說了也有道理啊 鬼沒有進來啊 啊 屋脊剎 他睡在那裡 腳向著 外面屋脊 睡進這房子 啪啪的 身分顛倒 我用玉譜掛 掛出來 用玉 叫朱穴 叫朱穴 動 帶火 帶火來嗑 是要嘛 用玉啊 我就說你房子的孩子的床位 就衝過來 他說老叔啊 對不起啊 我以前都 看到你電視在講 我都罵你 你知道嗎 我有沒有聽到 罵是你的事情啊 現在罵不罵 我跟你懺悔好不好 我說不必懺悔啦 回寄孩子的窗 這間不要睡 任何人睡不著 還有沒有其他房間 有 這在當倉庫就好了啦 唉唷 這一回去了把孩子床位 搬到別間 隔壁去 下午就回來 早上六點起床 就洗一洗去上課了 喔 他又帶著孩子 那時候我正在開租會 來開租會 喔那孩子呢 師公 謝謝你 把鬼抓掉了 你家裡又沒有鬼 有啦 晚上都有人在那看我呢 這叫探頭星 如果是你住家 前面 屋外 房子外 別的屋籍 你房子在這邊 看出去的時候 就探頭星嘛 這是潔星 潔星換小偷嘛 寺廟也一樣啦 不是哪裡啊 喔 所以 這洪水學 古生先前 留下來的智慧 很多沒有留 王產老子倒降此行 傳了這麼多的洪水學廟話 啊 所以我們集結了 兩三千冊的 王產老祖所開設的廟話咧 當今 哪一個宗教 能夠有 將世間人來到世間上 所有一切的 違背的 風水滑軸 不平安的 種種的廟話 會整了三千多次 大集結 沒有啦 所以老祖 王產老祖 倒降此行 傳我們的法太多了 正如 太上道祖開始了 世間有這麼多苦難 所以太上道祖 王產老祖學廟正經 開設了 在一星上宮 福寒 沙佛世界 沿佛世界 東林眾生 飄成苦海 在飄成苦海 我們都大家從天上世界來 架熱去核 受到這個 洪水的影響 受到洪水影響咧 當然 百病就來了嘛 我們抵不過洪水的滑軸咧 所以剛才這一位先生咧 從此以後就不敢說 洪水是迷信咧 因為兒子 這樣 發生咧 那 若是有人說 哎呀 你說我 我們跑不走 我絕對不像 我說這位先生 還好你有修 你有修 若是沒有修的話 今天孩子 無藥可救 你有修 哦 諸佛菩薩 才會借著因緣 你的姑姑姑媽 帶你來 把這個化解了 喔 這位先生 松一口氣 以為我會罵他 罵他幹什麼 我又不知道火焰 我罵你幹什麼 我又沒有權利來罵你 只是這樣正法告訴你 人在世界上 抵不破這些環境的 世界 有形有像的現象世界 是世界的 各種的考驗 所以我們經營說 所以我們經營說 啊 最 其慎中之水啦 之經啦 以充於腦 若是平安喔 就有智慧嘛 像剛才那孩子 不讀書啦 你怎麼想 沒有用啦 我具體過一過講 乃念金丹初步功夫 要學義經啦 夫 身若地基 道如大象 地基不顧 地基不顧 大家人難在 不知其法 哈 哈 這恩能在道 猶如無華 哈 未斗度仁啊 唯願 修尊之士啊 唯願我們所有 賢士同修 唯心賢士同修們 哈 那麼誤入旁著諸文啊 哈 哈 講到這裡我語重心長啦 啊 有個小笑話啦 在 九十九年嘛 九十八 九十八 老祖上天慈悲啊 在考驗 所謂唯心弟子啊 讓師父生了一場病啊 一場病在榮總啊 住了七十七天嘛 好啦 我們一些弟子啊 甚至法師講師都動搖了 心都動搖了啦 有的想要自己另起爐灶啦 有的弟子呢 開始就離開我們的法文 就到其他的法文去學啦 去修啦 都很好啦 去序言啦 就說哎呀 那一個混年書混什麼的 快死了啦 那我趕快先逃跑為廟啦 順著把家裡的書包全部收起來啦 滑糊收起來不敢穿啦 咦咦 我在農總 我一家一家都去看你們呢 你們不要以為我在裡面在生病 在養病喔 一家一家每一個同學我都去看了啦 嘿嘿嘿 我都很高興啊 該離開就離開啦 來走不去去走不留嘛 順其自然 不可勉強 有緣卒度嘛 有德 我就幫助你嘛 皆順天理啊 素素如意啊 所以我77天病出院了嘛 老實說快出院了 77天 七七四十九 住去了啦 住去就是出院了 回來了 哇 來段時間了 我很開心耶 不是休息 這段時間呢 我考驗一下這些徒弟文 看你們是正經修道 或是假心修道 或是有目的遺求 或是真正的慈悲心 你們來到世間 有沒有悟 有沒有開悟 有沒有覺悟 哦 結果 那時候好像第17屆嘛 跑了最多嘛 尤其在南部了啦 跑了最多啊 我跟元慶法書說 沒有關係讓他們走啦 這個沒有緣啦 不是這門 隨身的陰臉 來著不去去著不留嘛 有的 同修咧 啊 弟子走了以後 奇怪 師父 怎麼那麼健康 還沒有死俏俏啊 好像是假病喔 不管真病或假病啊 我的病啊 啊 好了 啊 那麼 學生弟子的新的病呢 你們就 爬不起來了啦 新病 永遠掛在腦海裡面 是這樣啊 所以各位同修啦 你們要知道啦 說笑話啦 如果是師父那麼很容易快死悄悄的話 三十年喔 三塊錢 現在在維新博物院 三年起家 可以到這樣來 把天上的華 把它接下來嗎 不可能啦 所以各位同學要有智慧 若是說 哎呀 師父是公公的啦 當然是公公最好啦 那麼 不然怎麼有四十八天的大法輪 法輪長轉 得到諾貝爾世界和平獎的提名 和入圍 就是四十八的大法輪 喔 所以各位同修 各位弟子們 各位死亡善知識 天意 你們一定要懂得要修道 要有政治正見 不要 哎呦 旁魂走道啦 老祖 太上道軍啦 還是脫耶 所以 三年前的一場病 那時候 什麼病耶 到現在 所有弟子 法師 法師 你們還在摸不著頭腦 為什麼似乎生那一場病 所以我的親家公啊 我兒子的岳父啊 他在中科院的喔 高級工程師嘛 就到醫院去看我啊 笑一笑 請家啊 唯摩姐 唯摩姐 居士 你又在釋憲唯摩姐 居士了喔 唯摩姐 沒有啦 我沒有唯摩姐修那麼好啦 唯摩姐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他裝一個病 假病 喔 就 所以 釋迦摩尼佛啦 要他的弟子 去看 探病 去了 每一位 都被唯摩姐 把他 開示了 人 在世界上修行 第一要修先別 不要公高 因為 當時釋迦摩尼佛 以前成一個 法界 死亡法界 在世間上 就一個法門 起來了 當然 跟著 在學修的 地址都會供高 那麼現在 我們法門 在台灣的那麼多的宗教 哪一個宗教教派 天意 要他去得到 國際性的 正道 諾貝爾 世界和平獎 來提名 入圍 肯定中華文化道童 和 中華文化 幽幽歲月七千年的 憶經風水學 如是道 百家思想 融為一辱 哪一個宗教有這樣 沒有啦 所以我怕 各位的弟子們 你們 你們供高心都跑起來了嘛 供高 一五四處耶 你怎麼知道 人不能供高 你們駕馭這個虛口來世間啊 你們不要供高啊 頭啦 車子頭啦 車子頭啦 開一開就好 頭不要抬起來 抬起來 你看不到路 你掉下去 砍水 砍過 獻也獻到 洞洞裡面去了嘛 所以各位同學 所以各位同學 王臣老祖 太上道祖 諸佛菩薩 導教慈航 有他的本意存在 不是師父在騙你們 師父我騙你們 我有罪過 所以 各位要用去訣啦 你不訣啦 不悟啦 那怎麼辦 所以這一次 哎 似乎失憲了 要得到 諾貝爾 我跟妳講 給妳肯定錢 一定有一個大風浪嘛 申請諾貝爾我跟妳講 有沒有告訴各位啊 那肯定了 大風呢 先 給各位一個考驗 上天 先考驗各位微信地址 時光大眾們 先考驗你們以後 嘿嘿 你們看怎麼拒絕 怎麼誤嘛 所以各位賢士同修 心存正念 要持悲心 以正法 不然 你沒有正法 你怎麼修 修就是修正 過去狹隘的思想 修正 貪得不完 修正 小事情 就動了 氣得半死 大聲小聲 跟人吵 修正沒有智慧 所以人家說了 到處亂跑 所以各位賢士 我們微信 全是同修 你們有碰到 人家 哪裡好 你們普掛嘛 很簡單的 用意 我教你們了 網站老主 教你們了 用意普掛了 硬搖 帶破 你去 一定 對你沒有義 跟你無言 硬搖克尼 你接近 囊住虎口 揚住虎口 啊 四咬帶破 你就沒有資格去 你本身就有問題 四咬空亡 你就弄弄行行 你要哪裡被人求到 動搖來克尼 百事不順 沒有緣 不跌下掌聲聚敵 令規然天氣樂盡苦 看望為新鮮 是主翁的 一發修行 一交通行 風闖回心 世界盡頭